北京时间10月14日,就在今天,火箭完成了最新的运作,他们正式裁掉了大名单中最后的几个融杂合同,其中包括了巴西杜兰特·卡伯克洛、邦德、罗德里格斯科不久前刚刚签下的布兰当·桑普森等人。 最后的大名单随之出炉,大魔王周琪也在其中,最后14人大名单也证明了,火箭对于大魔王周琪的看重,虽然周琪受伤,但修成还是果断留下他,而不是季前赛把灰出色的其他人。 事实上巴西杜兰特·卡伯克洛和布兰登·桑普森都曾有过高光时刻,对灰熊的季前赛,卡伯克洛出战9分钟,就拿下6分300。 二助攻以强断而盖冒,强势填满数据篮,他2米39的惊人臂战,帮助他统治防守端,桑普森同样是首秀砍4分530助攻,表现很全面,但无奈他俩的实力和潜力都不如大魔王。 火箭也做出了最明智选择,哪怕周琪受伤都必须留下他,因为周琪的射程,精准的三分和出色的协防封盖能力都很重要,才掉四人流受伤的大魔王。 火箭确实很看重他。